很多小伙伴问我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机来拍人比较好 或者把人拍得更好看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通过我手里面的这一台小米12 Pro的手机 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咱们手机拍摄人像 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而且的话我们这台手机到底适不适合拍摄人像 首先说我们想要拍出漂亮的人像 往往的话我们需要人物更加的突出 背景更加的简单 但是我们经常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复杂的背景 所以这个时候背景虚化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而要想让我们的手机拍出背景虚化的效果的话 就非常考验手机的人像的这个算法能力 作为一个摄影博主 我每次拿到一台新手机的时候 我最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人像虚化到底自然与否 好的那么我们为了让这个小米手机能够拍出更棒的人像照片的话 那我先来教大家如何来设置我们这个手机 首先来说当我们从拍照模式切换到这个人像模式以后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个界面上面就只有上方的三个图标和下方的三个图标 而上面的这个图标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倍和两倍的一个切换 在它的叫法呢叫全身模式和一个人像模式的一个切换 大家看到了吗 当我切换到这个黄色的小人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全身模式 其实它是默认了开启了咱们的这个一倍镜头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想要把这个妹子拍出在芦苇里面 一整片芦苇里面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我想要达到这种效果的话 我肯定要离它更近一点对吧 所以我只能走近它这样子来 但是不管我走近以后怎样去构图啊 我们来试一下 我都很难避免掉远处的那些植物 来妹子还很乖啊 非常乖 好这样子的话我就用人像模式拍摄了一张 那么当我们把左上角这个小人符号给它点成这个专门的人像模式 它其实就是变成了咱们这个两倍镜头以后的话 来看这个时候我们的取景范围就变得很小了 我就很容易通过一个高角度拍出人物的一个近景的这种画面啊 这个时候呢是非常容易拍出这个人在芦苇丛中的感觉 哇非常的美啊 这个时候我只要避开了远处的那个树林 你就会感觉它在整片的芦苇丛里面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画质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两倍镜头拍摄的 当我们把这个照片放大的时候 你会看到皮肤上面有明显的这种颗粒感啊 但是呢它的算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比如说离我们人物比较近的这些 颅尾呢相对来说比较清晰 而离它在这个前方的这个颅尾 或者是在它后方的这些颅尾呢 相对来说都被算法虚化掉了 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 考验我们这个手机拍摄人像 是否优质的一个指标 比如说离我手机很近的物体 理论上它应该更加的虚化 而我们对焦到这个人物身上的话 那么这个人物和它旁边的这个物体 应该更加的清晰 而远离它的物体呢又会变得虚化 这样子它才有一个虚实虚的这样一个层次 这样子咱们的虚化才是一个最棒的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指标它都比较符合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用刚才用一倍镜头拍摄的这个画面呢 感觉也是非常的明显啊 这种感觉近景的虚化也是非常棒的 然后背景的虚化包括人物周围的这个感觉呢 是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完美的这种平衡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皮肤的颜色啊 很显然咱们用一倍拍摄的时候 它的肤色看起来更加的红润一些 而咱们这个在这个两倍的这个镜头里面拍摄的话 整个肤色感觉就要不是那么的浓郁 也就说在颜色的优化上面的话 很显然我们用这个全身模式 它的颜色会更友好一点 而用这个默认的人像模式呢 它的颜色会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呢这个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还有强大的这个修图工具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目前来说 我觉得它的小米12pro这个手机啊 它的这个拍人像的这个功能 我是非常认可的 至少目前来说 我觉得不管是从它的虚化 还是从它的色彩 这些来说 我都非常的满意 好的 我是歪比大叔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 我们下集再见咯 我们下集再见